大家好,我是夏妈,今天用苦瓜和鸡蛋来分享一款早餐 首先准备250克的普通面粉,2克酵母,再用200ml温水搅拌成这种起筋的状态 在里面加入一勺油,给它洗面25分钟 苦瓜对半切开,去掉苦瓜籽,我们这边的苦瓜比较贵,6块钱一斤,你们那边的价格呢? 但是夏天多吃苦瓜,可以清热解暑,接着我们给它切成薄片 在里面加入一勺盐,用手给它抓3分钟,这样可以减少苦味 抓到这种变色变软的状态,我们用清水给它清洗干净 撞干水分后,给它多成碎末 在苦瓜里面打入3个鸡蛋 一小把的虾米 再来一点点食用盐,生抽,给它调味 搅拌均匀后,放置备用 处理好馅料,我们的面也已经醒好了,特别的有筋性 预热一下电饼铛,在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我们把面糊给它倒进去 用铲子给它推开 这个是软水面,特别的好操作 在中间给它铺上苦瓜鸡蛋馅 喜欢吃辣椒的,可以再加一些红辣椒碎 一面定型后,给它对折起来,形成口袋饼的状态 一面大概煎3分钟,煎到两面金黄,饼体鼓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一款苦瓜鸡蛋早餐馅饼就做好了 夏天可以多吃,清热解毒 表面非常的酥脆,里面松软,特别好吃 赶紧试试吧 赶紧试试吧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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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